第二十二题 以置一个棒球的质量为200克 当蓝牙投出球数为每小时144公里的快速球时 此棒球所具有动能为160焦耳 右表为四个物体的质量及速率的资料 则哪一个物体的动能可能为250焦耳 我们晓得动能的公式是k等于2分之1mv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把质量跟速率往里面带 而求出我们的动能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看的就可以来比较出来的大小 因为呢我们现在的动能要从160变成250 所以表示我的动能要增加 动能要增加所以要么就是我们的质量要变大 要么就是我们的速率速度要变大 这样子我们动能才会能够增加 而我们的乙我们看到它的质量比200小 速率呢也比我们的144小 所以这个质量又变小 速率又变小 所以动能一定会变小 所以答案不会是乙 那么丙呢我们的质量是一样是200克相同的 但是呢我们的速率呢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我们的动能呢也会比较小 所以丙也不会对 那么我们的丁呢我们的速率是一样大的 每小时144公里 但是呢我们的质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算出来的动能也会比较小 所以也不会变大 所以丁也不可能 只有我们的质 它的质量呢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的速率变大 所以这样算出来的 我们的动能就会增加 所以呢质会是对的 所以呢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则哪一个物体的动能可能为250交二 我们的答案选的是A甲 那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